伊朗县各界庆祝111年青年节 特别选在县府大厅举办优秀青年表扬活动 伊朗县街头艺术协会特别带来精彩的街舞表演 为活动揭开热闹训目 很谢各位获奖的各位优秀青年 你们获得这一份殊荣 非常不简单 表示你们的努力 你们的表现令人敬佩 受到大家的肯定 青年为国家服务是我们最高的一个宗旨 那么我们在明治庙县长就任三年来 推广我们学校的营养午餐免费 学会免费 这个德政就是我们的青年政策 我们希望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我们把我们的青年负担能够减轻很多 今年经过评选出 共有33位来自社会各界的优秀青年 获得表扬以表彰他们 杰出的贡献与表现 除了有返乡推动在地艺文 不予一例的夫妻党方子维 黄轩宇夫妻之外 另外宜兰县街头艺术协会 理事长王洁明 更代表宜兰县接受全国表扬 他返国之后 除了担任街舞老师 在国内外各大舞蹈的比赛获奖武术之外 同时专精喷压涂漆艺术 带领年轻学子来参与 有益的身心健康街头艺术活动 本身在国外是从事举办 国际上的街头文化艺术节 那从不同的国家 不管是欧洲西班牙荷兰俄罗斯 韩国中国大陆等各个国家 举办艺术节之后 我希望把这份 对于街头艺术的热爱 带回家乡来发展 大会也表扬大专 以及县内中等学校优秀青年44位 藉此来延伸正向的力量 心火相传 展现青年爱的关怀与热情 以肯定自我捐爱社会 关怀弱势 在人生大道来发光发亮 宜蘭新闻记者14名采访报导